早啊 新闻来了 今天是2023年7月28日 星期五 农历6月11 首先进入要闻 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 今晚再次穿上成都市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 并宣布本届大运会开幕 27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成都会见 来华出席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 并访华的印度尼西亚总统做科 近日 教育部印发意见 提出今年期 支持高水平高校 选拔优秀学生作为国优计划研究生 首批试点30所高校 通过该计划 重点为中小学培养一批高素质科学类课程教室 今年第五号台风杜苏瑞27日再次升级为超强台风机 中央气象台27日18时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 预计杜苏瑞将于28日早晨到上午在福建东山到莆田一带沿海登陆 成为今年来登陆我国最强台风 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 27日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摇杆36号卫星 下面是一组资讯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 截至6月末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406.2万亿元 同比增长10.5% 保险公司总资产29.2万亿元 同比增长9.6% 27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6月份债券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63,377.8亿元 27日 我国自主研制的海底地震勘探采集核心装备 海迈在渤海海域正式投入使用 标志着我国在高端海洋油气勘探技术上迈出关键一步 我国科学家近期利用中国天眼首次在射电波段观测到黑洞脉搏 有望打开黑洞射电观测和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相关成果27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27日 江苏省委员副书记张静华受贿案一审开庭 张静华被控受贿4984万余元 法院则期宣判 27日 2023世界永连锦标赛女子四乘200米自由永接力决赛中 游礼兵节 李嘉平 艾眼涵和刘亚新组成的中国队获得同牌 27日 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集体项目抽签结果出炉 中国女排与印度朝鲜女排同组 今晚 中国女足将迎战黑马海帝队 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关键之战 两队都是只有在本场比赛争取获胜 才能最大可能的保留小组出现希望 27日 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抽签 即2027年亚洲杯预选赛抽签结果出炉 第二队的国族进入C组 同组对手为泰国和韩国 此外还有新加坡与关岛对战后的胜者 美联储26日宣布 由于通胀依然高于预期 决定上调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25个基点到5.25%至5.5%之间 尼日尔军人当地时间26日发表声明说 已推翻尼日尔总统巴祖母 并将在全国实施宵禁 截至当地时间27日 加拿大累计发生4785处火灾 累计过火面积超12.2万平方公里 加拿大灵火直接排放二氧化碳超11吨 接下来是服务信息 中央气象台27日18时 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预计27日20时至28日20时 福建东南部 浙江东南部 台湾岛东南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 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感谢关注备新闻客户端 感谢关注备新闻客户端 欢迎我的老朋友 左哥总统先生 白华出席 成都大运会开幕式 去年我们在三个多月时间内 实现了互访 共同开启了两国 共建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在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上 我们两国理念高度契合 互为发展机 是志同道合的同路人 好伙伴 中方愿意啊 我们两国建立全面战略 王冠以十周年为契机 从印尼深化更高水平的战略合作 把中印尼命运共同体 建设成一个实景图 打造发展中国家命运与共 团结合作 共促发展的典范 为地区和世界注入更多的 确定性和正能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